杨超越代表草根 平时穿大也小清新 孟美琪 吴轩一 都要给他让位 随着火箭少女101的成立 杨超越也是正式成为了女团中的一员 当初杨超越能够成功出道 可以说是 引发了广大网游的热议 因为杨超越虽然颜值 确实很符合女团少女的形象 但是杨超越的实力 却还没有达到标准 不过杨超越如今 一直都很努力的去提升自己 再加上杨超越耿直的 傻傻的人设 也是招来了不少网友的喜欢 杨超越随着自己人气的不断提升 并没有刻意的隐藏自己的家境和家人 而是把这些都晒出来 十分的真实 火箭少女传宗中的一段视频 在网上广外流传 视频中 在附近讲话的时候 杨超越触不及防打了个格 被梦寐其调侃 杨老师 还想上热搜是吧 没想到杨超越大哥 真的上了热搜 其实录节目的时候 一般情况下 嘉宾们都会吃得很少 不会吃得特别饱 因为为了避免各种突发情况 但是杨超越似乎却很耿直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吃得太多 所以附近说话的时候 杨超越忍不住当场打嗝 随着杨超越当众打嗝 气氛也是陷入了尴尬 要知道当时正在录节目 不得不说想想就很让人尴尬 梦寐其听到杨超越当众打嗝 后脱口而出十个字 杨老师还想上热搜是吧 梦寐其的这番话可以说没一点毛病 因为杨超越本身就是一个热搜体 动不动就会上热搜的那种 所以很有可能真的会上热搜 毕竟如今杨超越的人气大家有目共睹 无心打嗝都能连烧两头热搜 村花他是命里带火的热搜专业户吧 巨蓝蓝不完全统计 自创造101以来 杨超越基本周周都在花式上热搜 除开101期间 杨超越其他时候带的关键词 都是奇奇怪怪万常里出牌的 之前年网友发了条微博 有配图说 觉得嘴嘴长得好像鸵鸟哦 结果杨超越鸵鸟 就突然碰上了热搜 杨超越自己也蛮逗的 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 他超接地气 得在微博上搞了粉丝抽奖 但据说是小姐姐抽奖没走对程式 结果被微博删了 之前在创造101时期 杨超越就一直频繁被关注和吐槽 因为他相比其他的女团成员 真的是差别很大 既不会唱也不会跳 还动不动叫哭 所以争议非常大 唱歌跟车祸现场一样 又是各种上热搜 但是他颜值是真的存在的 原来根据了解 他的老板才是最大的头号粉丝 不仅赢得了很多粉丝 就连这老板都是这么疼爱他 然而他的这些穿搭 引起了小熊的注意 频频上热搜 这些穿搭却也成为重点 一件逼一件小新鲜 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成为下一个时尚女王呢 扎起一款 高高的马尾 清爽可人 虽然有身夸之称 却展现出来的是一种清新脱俗 满满的都是时尚感 不仅长相清秀 就连着身材也更是让人羡慕不已 再配上这个墨镜 更有气场 长卷高披肩 身穿一件款蓝色格子衬衣连衣裙 清新自然 完全是一种小清新的既视感 真像偶像剧里的笑话的模样 让人心动 除了穿搭风格多以小清新反而为主外 杨超越的发心选择 更是为总体少女感加分不少 譬如扎起双马尾变的杨超越 身穿长屁下大蓝色 牛仔短裤 想来是可爱软萌的小姑娘 也会展现出 这样又帅又美运动风的时候 全身上下只有黑色与白色 两种颜色 却穿出了一种不一样的韵味 简单的黑体 韩饭十足 机场是人多怕被认出 戴上口罩也是完全不影响气质 虽然才艺不是很出众 但是穿衣搭配还是很有可取之处 而最让粉丝吹爆的 就是一次活动上的西装造型 可以说长款西装外套搭配黑色西装短裤 内搭类似内衬 可以说是十分职业的穿搭了 绑起的头发 让整个人看上去更为的概念 一双很难hold住的鞋子 因为大长腿的原因 并没有抢了整个造型的风头 搭配一款麻花扁 这身又是采用的像身失踪的办法 看到这一身身的穿戴风格方式 完全就是一个很会穿的时尚小姐姐的样子 这酷酷的西装 帅气十足 当时又是上了热搜的 身穿白色沉迷的杨超越看起来清新又文艺 注意 这件衬衫校园灵的设计 可以说是起到很大的减灵和色皮效果 这样看来的杨超越 真的是什么风格都能驾驭 少女感十足 这样一件黑白配色和夜边连衣裙 不仅看起来交错可燃 群长的长度可是符合美少女的标配呢 看起来楚楚动人 杨超越的出的或许 仅仅是凭借着好看和运气 但能否在娱乐圈走得长久 这都是远远不够的 太阳超越的身材就知道 她平时也是一个善于管理自己的人 看着眉腿 除了天生的基因意外 和天保养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样的穿她 就是把眉腿凸显出来 穿个小短裤就非常简单好看了 在腾讯VIP的宣传片里 我们超越妹妹穿上了最简单的高中校服 但是就是简单的校服 让她身上干净单纯的气质更为突出 用后面很多角色的浮化对比起来像是一股金流 所以即使是普通的校服 也让人觉得她更为的好看 其实是在简单不过的白体加上牛仔短裤 杨超越都能穿出这么有气质 真的是天生丽质 所以说女孩子不仅脸很重要 身材也是非常关键的 严热的夏天 穿上简单清爽的夏装 也是非常洋眼呢 这样装 主打重的不是衣服了 而是颜值和大长腿 灰头履也是超高 一个时尚的墨镜 起到了点睛之笔 扇衣的风格就是一个满满的学生妹样子 乍一看 怎么像是夏生小失装 这一双修长眉腿进鞋 脚上的挖子也着实心惊 这小白鞋也清爽简单中 透露出一番纯净的味道